新任驻飞代表徐沛永 6月底抵达马尼拉旅行 代表处乔介和台商代表 特别到机场迎接 徐沛永先前曾两次派驻菲律宾 在飞国累积丰富人脉 承诺竭尽全力继续深化台飞关系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不管是农云业 不管是健康医疗 以及教育 还有人才的训练 那么我相信我们台湾 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提供菲律宾 我们一些宝贵的经验 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菲律宾各项的人力资源 它的人口的红利 那么以及它丰富的天然资源 另一方面 前驻飞代表林松焕日前融会 球界也为他举办盛大的欢送晚宴 菲律宾是我走过快五十几个国家 最令人怀念 也是最温暖 最温馨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感恩 林大使在菲律宾推动了菲律宾的免签 对整个台湾的观光事业发展的蛮多的 桥界系属林松焕任职代表三年九个月的期间 和菲方签署十多道协议 被忘录和双边文件 稳固了一度因广大新案陷入谷底的台北关系 感谢林松焕的贡献 更有桥界人士透露 林松焕交出亮眼成绩 就连对干中国驻飞的外交人员也倍感压力 称赞林松焕的外交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